在这段时间中我们要介绍的是说 假设我今天在A栏有日期 B栏有水果项目 我要统计在这个日期期间里面的笔数有几笔 那我们在F2这个储存笔里面 我们输入所谓的公式 公式等号 康克以辅S 不好意思 这个只能用在365或者是2019 含2019这个版本以后的 才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那当你打完这个函数 你可以点函数精灵 就是所谓的插入函数 然后来看到 第一个它的准则范围 准则范围我们就是什么 A3到A21 A2到A21 那我们一定要把它锁起来 因为我们会把公式往下copy 然后我们要求它怎么样呢 它必须要大于D栏这个值 大于等于第二储存格的 第二储存格的值 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到 这里面呢 因为你不能直接输入 你一定要用双括号end 这样子 让它变成数字格式 否则你可以光D2大于D2 这D2是什么 D2是一个什么 储存格位置 可是问题是 它不会把你翻成储存格位置 它会把你翻成这是一个文字 那你出来的答案就不对 我可以试给你看一下 你这样看它的结果 它会跟你讲什么 它是什么 大于等于D2 有没有0笔 但是我今天把它换成双括号 现在前面的这个判断是 后面我就写 andd2 这时候你注意到 20笔 大于等于D2的有20笔 那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在A2到A21的储存个范围里面呢 小于等于 我们一定要双括号记得一件事情 请你要记得这下双括号 andd12 要在12的日期后面 那这时候它会跟你讲 有几笔 有7笔 按确定 这时候就会看到有7笔的 那我们就往下拉 就会7652 就算出来了 好 算出来了